C'mon baby Chashan Let's get a move on 酷邦勇士的部分 辛特利 經過了阿里希底事件的傷勢之後 總算在農曆年後回歸到了戰場 開出的是林書伟 江宗憲 搭配林夢雪拉上了先巴 還有賽瑟夫以及辛特利 基於在波爾摩沙抬心夢想家的部分 在吳永勝經歷了一場的傷兵問題之後 也在年後回歸 錢肯尼 希沃克 Julian Boy以及吉爾貝克 畫面就是他去守到Boy的 我覺得這是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他可以用防守端來 限制住Boy的這名兩將 錢肯尼 終點 砸在籃框上面 球沒進 林書伟 啊 就跳跳了 就有 因為各隊可能都找來這種 210公分以上的長忍啊 所以變成說禁區的優勢 不再像去年那麼窄致 Julian Boy開出一條康莊大道 第一 護防勇士的後衛線上面一個破壞力 賽瑟夫在籃底下輕出了空檔 漂亮給球是張宗憲 要記上一次注 提到的夢想家個人的單防能力 其實都相當不錯 Julian Boy 4-3 三分球 看來初一的特徵 這一球沒進 要打轉換快攻林夢璇 這一球假動作過後擺盡兩分 這個長傳助攻記載 新特利 強硬的出手自投自搶 再獲得一次出手機會 競算加伐 M1 市隊友也是整個 從外線開火的實力 完全展現出來 新特利 摳手走位 反手放進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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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來了 小夫來囉 單打能力也在這個時候做出展現 林俊吉 節奏相當快的後仰跳投 那另外在兩分球的部分 夢想家是六投三中 林智傑的外圍出手 三分球 前面看到的那個數據是 夢想家的命中率 但我們看到進球數的話 兩場面對到副防 場均是可以投進 17.5顆三分 對 其實 德威如果守到每一隊 都是像頂踢到大逼兒 休息時間 真的很好 你看這一球 人有我口飛進來了 對 讓石伯恩回來了 而且還戴著口罩 來了 石伯恩 445度角 投籃 一上來就有了 帶著回 17的三分線命中率 德威在籃底下 要到位之後 把兩分放進 保護下來 面對曾祥軍的防守 Walko 最後一秒鐘 勉強要拆炸彈 一樣給他拆掉了 Random Walko 上一次沒有拆成功 這一次拆成功了 那另外一頭 新特利 再來一次的爛仗打法 一樣把球買進 很充足啊 知道自己外圍的命中率不高 就是利用這種轉換的攻擊 跟到半場勝利戰以後去 切入挑戰籃框 Random Walko 今天on fire 林舒緯用眼神做假動作 帶一步的中距離 林舒緯的 最後出手 大部分都是有在對位的情況下 那自然命中率就不會太好 這一球假投真傳 新特利找到 藍底下的賽色不放 有今天的球員買到喔 那這些是可以去做避免的 或者是說自己被 進攻球員騙起來以後的犯規了 錢肯尼 那就是上半期的亮點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戰術喔 先利用高位的對球掩護 然後馬上去做下滑 錢肯尼 背靠背的得分 這一回吃掉了 新特利 而且還埋到了機動上面做得不太好 那常常都會看單打的球員去做攻擊 而待在原地喔 新特利 wide open 三分球在底線來一顆 雙方依然保有雙位數的差距 地盤給球賽色夫 在籃底下 賣到了哨音 M1 再把球給出來 轉移到底腳 林智傑比了一下 切入到進去 喔 兩分放進 希望他能夠在年假之後 找回自己的手感 Julian Boy 三分球投進了 編隊撿到了防守 自己再切入禁區 第二拍的出手 個人連得四分 翻球過程中 Wocal把球救回來 編隊真穩定 來看先享受 這一球應該是一個盡算 馬上周桂宇 要把球搶回來 前場的機會 Single Terry 他就跳 跳了就有 三分球 編隊的Wocal 在第二期表現得還不錯 Boy 上半場攻下12分 下半場要幫助球隊開張了 球彈了三下盡管 球彈了三下盡管 控擋 大兵 來地下盡管 新特利 沒有他的身 雙方來到9分差距了 影響 張宗憲這回沒有猶豫 直接拔起來 三分球 節奏當中 那勇士就會變成像剛剛講的 全員皆兵 反而是今天勇士的狀況 沒錯 HOY 這一次轉進來 張宗憲 高尾切入想要洗飛 但是被大V擋了下來 撿到長籃板的是林夢雪 看近一個中距離 幫團隊創造出空間 林夢雪要在籃板 籃底下有Julian Boy 他兩分補進來 看一下這一球 對 一樣是利用擋人之後 沒有交代清楚啊 一個大鵬展式的灌籃 戰補式的飛聲爆扣 Julian Boy 這位 在第三節開賽 幫助球隊打 這位曉芙 是Jeff 吳永勝 給到錢肯尼 左繞右繞 左手擺盡 漂亮的空手走位 林舒緯擦板擺盡 石柏恩的助攻 打擺盡 吳永勝外圍的跳投 三番球 這一回把握住 3 3 時間快到的情況下 讓 寫出來做一個單打 這個 刺激 漂亮的 給球 單手扣籃 兩個洋將的擋上來 石柏恩的操投 進框 現在在休息的過程當中 進攻的重任要交給神 錢肯尼想要印上籃框 結果沒有十 沒錯 在第三節上來以後 也是有很出色的表現 大隊長的轉移在牆側邊 轉換之後 簡偉如的三番球 迫使夢想家要叫出暫停 給到賽瑟夫 是一個還一樣大的空檔 那就沒問題了 三番球 賽瑟夫這個 給回吳永勝 地板給球 第二拍想要買對手 自投自搶 藍底下 要注意時間 這一球還是放盡 智傑 這一球切進來 方依然差距來到13分 林智傑 再來單打林智傑 三分外線 出手球進 野獸 on fire 示意要給到 德威做進去的單打 面對林夢學沒有身高的優勢 硬打進去 可約今天在比賽當中 其實看到 不管是新特利 或是賽瑟夫 對到德威喔 都是會對出來的 因為在上一場吃足了苦頭 然後被他投進 簡號在上一場比賽 也是有這樣亮眼的表現 簡號來了 三分外線 這一次有了 聽說我就是沒有一個很好的發揮 所以把新特利換上來 是希望說 可以去 再進到大了 今年簡號在三分球的命中率 百分之三十四 這次還是夠水準 曾文鼎接獲了林書瑋的傳球 一直以三分球 好 窩口 激攻籃板保護下來 兩分放回去 窩口今天內的優勢還有手長 拉下這個籃板 底線 野獸要用三番球來解決問題 野獸 這個機會其實都有創造出來啊 嗯 淋出耶 凹頭的方式 這個進攻手段 阿極也是一絕 沒錯 阿極從國中大概就在練這一招 李德衛在中距離Fed Away 比重率並不高 相對來說 勇士就有這個粉錢 能夠慢慢打到最後一秒 最後還是由曾文鼎放進 漂亮的變線 翱頭繞過了兩位勇士隊的防守球員 錢肯尼這一球打得漂亮 相比賽正式的告一段落了 最後台北富邦勇士以83比68 擊敗了目前的龍頭領先者 還是夢想家 夢想家吞下了今年球季的第四場敗戰